伴隨著處女座的新月 上升或者在太陽的金牛座 在農曆八月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 哎呀 糟了 金牛座 糟了 我先講講今次這個新月圖 一個非常之大的 嗯 就是大的 不是亮點 就是大的這個原因 導致我 以後會預測今期的星運 OK 如果你對天星有認識的 就不妨聽一下 如果對天星有志去學 有些興趣的也不妨聽一下 如果你不想 不喜歡聽的話 如果你不喜歡聽的話 你也不會聽我這個塔斯亮星座運勢 OK 所以無論如何你都是要聽的 好 那就發生什麼事呢 今星你們的那個明主星 入廟天平座 但是呢 在今次這個新月圖 初一這個寸女座的新月圖 同時那時候的金星就是入廟天平座 在25-26度左右 哎呀 糟了 這個天平座25-26度的金星 發生什麼事呢 他 第一次 四分緊 在摩蕊又叫生人座 24-25度 逆行中的明王星 而明王星是主你們的七公的 然後第二次 這個金星呢 同時是三分緊 在水平座 25度 逆行中的木星 然後木星本身有什麼能量 你們自己去獲得 但是要注意 這個水平座 剛好就是你們的十公 不是說響 剛好就是你們的十公 好了 加上這裏 會溝到什麼 chemistry 出來呢 如果你們是 對占星有一點認識 有字去學的 你不妨現在這裡 pause一會 OK 就去猜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們不要這麼快聽我說 我開股 因為這個會 握殺了你們的想像空間 好 開股了 糟了糟了 原來是你們的工作 會出問題 OK 嚴重的話 會被人解僱的 出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呢 不是因為公司財困 他沒有錢 而是他有很多 冠冕堂皇 出師有名的原因 一些跟 laws and regulations 有關的東西 是啦 就去 就是說你 當然是說你 遵犯了這些 你不守規則 不守規矩 或者你是 就是 違反了不知哪條 職業操守 那些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 最嚴重的話 就一下子解僱了你 就算不解僱的話 都可能會是 降你職 減你薪 這樣 記不記得我剛剛提及過 金星是四分間 逆行的命王星 以及三分間 逆行的木星 因為這些逆行的東西 你呢 也都要注意 其實呢 叫做秘無可秘 因為你不是說 今個農曆八月 才犯了一些 違反 即是違反 那個守則的錯誤 然後被人出師有名地 炒你 而是說 一些 舊的事情 因為逆行 通常是說一些舊的事情 就是一些 你以前舊的 黑材料 是啦 舊的東西 被人抄出來 或者你被人篤灰 OK 所以這些東西 你都不能給 或者應該這樣說 其實都不是 都不能給 但是麻煩你聽到 這個錄音的時候 你要趕快去 叫做執屋 OK 你要快點去 清除你那些 即是社交媒體 那些舊的東西 OK 如果不你真的一個 不小心被人篤灰的話 那你就 那你就 糟糕了 OK 或者是一些 即是 以前一直的 原案 原而未決 即是怎樣說 即是以前你總之 可能有些事情 公司就一路說 看看你 那些事情 一路擺你在 即是那個監察期 或者公司一路都沒有 一個 裁決的東西 OK 那現在來到農曆八月 就終於出路了 OK 但是那個結果 就比較差 OK 即是可能 我當這樣 你本身還沒過 是新員工 那時候你犯了一個錯 那時候 那時候 公司 公司就說要延長你的 然後終於到現在 水落散出 不是水落散出 即是終於要有個結果 那就說 抱歉你過不了 我們公司經過再三個考慮 根據不知哪條守則 OK 你是不能夠成為我們的員工 拜拜 又或者 即是以前一些 一些犯了過錯 然後公司有一些內部調查 即是有一些以前的東西 OK 然後他們有一些內部調查 就根據不知什麼法律 可能找一些 即是 一些公司的一些規則 很多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 就走去誅死你 OK 所以呢 咦 真是 唉 比較頑 這個 龍力百月的工作事業運 尤其是 其實我一直都在說 這些法律和法律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 也都 可能是一些有關 政法的東西 政治法律的東西 即是說 如果你們是做公務員的話 你會更加容易拿東西的 如果是公務員的朋友 尤其是 現在大家都知道 是 吳亨戴戴戴戴戴戴的 2.0時代 是不是 都很多 即是督夫啊 那些文化發生 如果你們是真的做公務員的話 就真的 即是 即是 如你搏兵啊 更加 更加容易是成為那個 嗯 即是 眾戰之敵 對了 哎呀不是眾戰之敵 啊 眾此之敵 哎呀 哎呀 那些中文發生什麼事啊 Anyways啦 所以 嗯 尤其是 即是 公務員 即是政府 是最多 Laws and Regulation 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 即是 它要找一個頂死你 它是可以找很多東西去頂死你 即是你不像做一個中小企 一個中小企 它有些什麼鬼東西 最多就是那本 即是幾張紙 那本 HR那本 那本 那些這樣的東西 OK 但如果你真的做一些 公務員啊 或者是任何的大機構 OK 它就真的可以找到很多東西去挑剔你 然後 出三張 warning 就真的解僱你的 OK 那就小心點 唯一 都不是說唯一的 OK 但是我會說 呃 即是怎樣 有些什麼可以叫做 逃避的方法 或者是 叫做應了劫的一些 輕輕一點的方法 OK 第一 如果我當是公司叫你們 要去吃豆苗 豆苗呢 是因為 現在很多 即現在是那個Laws and Regulations 逼大家要吃豆苗 OK 那如果是這些東西 去逼你做一些你不想的事情 是可以叫做應劫的 而且尤其是 如果它真的令到你身體很不舒服 你真的有一點點病的話 OK 那是可以應劫的 是啦 就可以應了 你直接沒有了份工啊 或者是 凍身啊 減身的那個劫的 OK 因為 政治法律 要求吃豆苗 然後 你的身體不舒服 這樣呢 就可以應了我剛才的劫 尤其是公務員 因為其實現在 什麼地方 最迫人要吃豆苗 就是公務員 對不對 好 不過 放心 根據這個盤 我又不覺得是 你會說 有什麼傷亡 一些很嚴重的 就是 不自知症會發生的 真是 因人而異 OK 但起碼在這個chart 我不敢說 OK 但是 如果我要把這件事 包裝得好些 開心些 積極些 我起碼會說 就算你們是不舒服 其實你可以把這件事 壓力化成動力的 就因為不舒服 你才覺得 我更加要身體健康些 然後你可能會去做運動 你可能會去 吃多些維他命C 那這件事其實 因為你有一個危機 所以你可以把它轉危為機 這個是 我們這裡的升盤唯一可以看到 一個 就是叫做 樂觀一點 可以去 發生到的東西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 如果你 你吃完豆腐了 OK 那你很虛 那可能你休息幾天 但是你虛了幾天 你就覺得 不行了 我都真的要去增加自己的 身體的肥肌系統 去 抗生病 那你就開始去吃多些維他命C 你開始去曬太陽 你開始去做一下健身 那這件事長遠來說 其實對你的身體 是會變回好 就是會更加好的 你明白嗎 OK 好了 然後 好消息一段接一段 所以 這個世界上 上天關了門 都會開一扇窗給你的 OK 就算你經歷了這個 工作危機 或者是健康危機 剛剛健康危機 我就說你怎麼可以轉危危機 好了 就算是這個工作危機 我當你真的被人炒了 又或者我當你被人減身動心 然後你很生氣你辭職 OK 但是呢 你找身工就幾有幸運的 OK 都會容易有人去請你 或者你甚至把傷患 你自己做自僱人士 自己做老闆 不想再受人氣了 OK 看人面色 又或者呢 就算你不是說去 就是做事 你會想著 不如我休息一會去學一下 去自我 增值 那這些都是你 有機會會去做的東西 而且都應該做得幾好的 最後呢 提到你們兩回事情 啊 是呀 哪兩回呢 我先看一看 喔 是呀 好 第一 如果發生性行為的話 一定要保護 OK 因為否則 首先 容易有BB OK 那當然啦 這個可以是好消息的 如果是給一些想要BB的金牛座的朋友 無論上升或者太陽 那 有機會有BB 那如果不想的話 那 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了 如果不是 就是這個BB生下 你養不養呢 OK 那第二呢 就是說 不開心點了 就一定不會有人想要的 就是有STD了 OK 那都要小心的 然後第二個訊息就是 開心東西來的 就是說如果想 總之你們可以去賭博 賭博的話 都有一點點還財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mb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rements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即是就算有時候 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